秋米山上行人席吃鸡还看老司机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司机 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呢 小伙伴们都知道 我最近一直在更新作死视频 什么作死挑战手枪吃鸡啊 不减装备吃鸡啊等等 但是时间久了 我觉得一个人作死有点无聊 所以我决定带着我的随风弟弟 一起作死挑战 于是乎我们这把约定 一起用手枪与喷子吃鸡 但是不到五分钟我就后悔了 我们发现了两个空头 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而且都是没有舔过的 两把AWM 我们一把都不能用啊 为了不让其他人捡到 于是我们将空头里面的AWM取了出来 不得不说 我和风风实在是太坏了 嘿嘿嘿 我把AWM扔到了房屋的屋顶上 希望有缘人可以捡到 哪个傻子才会去上屋顶上 嘿嘿嘿嘿嘿 不过风风 咋我们真的不能反悔 哎好吧 自己要做的死 哭着也要做完了 哎 八八 前方又有一个空头 风顶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平时遇不到那么多的空头 作死挑战的时候 却没遇到这么多呢 光子不会再故意搞我呢 有个鸡 哇 风顶不要慌 鸡哥马上来救 哇 这个盒子好肥啊 可惜了 AWG和MR4 我都带不走 算了 填根三镜头 安抚一下我受伤的线领吧 还有个鸡力服 一起带走 附近有车声 看来是有人过来了 他们进房去了 来 我们用手雷炸他们 使出我们的手雷乱炸之术 还不出来 换个地方继续炸 没爆炸 莫非是个哑丹 哎 我去 丢了一个烟雾弹啊 风风和柚子都凉了 关键时刻 还得靠我力望狂澜 看我疯骚的走位 想杀我 没门 哎 我们跑到独球外面来了 兄弟 好巧啊 你也在跑独 哇 终于跑出来了 居然有人偷袭我 比如说你喜欢鸡哥的视频 那便麻烦你用那发财的消费给经典赞成钟 按钮